我们的天父渴望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呢? 你是否了解你在前生的时候,天父就为你在城市的生活而让你们做好准备? 罗素纳逊会长对青少年教导说,我们的天父为着最后阶段保留他最高贵的灵,也许是他最精良的团队。 我们已被保留到此后期时代,因此学会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 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好牧人,并且认识他的羊群,而羊群也认识他的牧人,因为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他一向呼召我们,也利用我们,他平凡的仆人来协助带领他的儿女到他那里去。 不久之前,我和一位支联会会长拜访了当地社区的一些教会成员。 在完成我们安排好的探访后,那位支联会会长问我,我们是否可以额外探访一个家庭。 他觉得我们应该与他们交谈。 我们敲了门,而开门的是一位姐妹,她看着我,但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并没有多说什么。 我把手指指向支联会会长,而她叫着她的名字,跟她打招呼。 她一听到,而见到她,就甚感欢欣。 他们在门口站着,互相拥抱,一起哭了起来。 我们的拜访,以此定调。 我们并不知道这位姐妹前一天才接受过化疗。 她感到虚弱,而无法照顾她成年的儿子。 于是,我就协助那位支联会会长替她儿子穿上衣服,然后我们把她扶到轮椅上。 我们为她吃了支会礼,另外一个可爱的姐妹稍早带来的食物,也帮忙做了其他的家务。 在离开他们家之前,我们得以向他们给予祝福。 在这次拜访中,唯一在我脑海中浮现的,就是对耶稣基督深爱他们的确证。 他了解他们,并对他们独特处境有切夫之痛。 此次拜访,全程几乎寂静无声。 我们并没有在这个时候做长篇的讲道或分享我们最爱的经文。 不过,主把他的灵丰盛地赐给我们。 你的天赋在这时候差遣你来到这里,一大原因是要让你得以发挥自己全部的潜能。 宣讲我的福音教导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应当避免互相比较。 你的灵性能力是独特的,属于个人且与生俱来的。 而你的天赋想要帮助你培养这些能力,总会有人可以让你去帮助感受到你天赋的爱。 你的潜能是神圣的,尽管为了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获得成功而准备好自己,无疑是很重要。 不过,你人生至关重要的其中一项使命却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并听从来自圣灵的灵感。 当你这么做时,神就会祝福你的生活,祂会祝福你现在或未来的家庭,也会祝福你所遇到祂的那些儿女的生活。 我们活在充满大好机会的时代,即使我们面对许多困难,我知道这些困难的部分原因是要让我们能帮助他人感受到天赋的爱。 纳尔逊会长曾教导,在未来的日子,我们将看到救主能力的最伟大显现,那将会是世人前所未见。 我们很荣幸能看顾那些需要援手、拥抱、感到安慰,或者是只想我们静静陪着他们的人。 如果我们能协助减轻他们的重担,那哪怕只有片刻也好, 那么我们将得以看到救主在他们的生活中彰显大能。 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后期圣徒能够在这个世界产生正面的影响,我们可以在容貌上反映出我们的喜悦之情, 而我们以充满爱的话语和善举来分享这种喜悦, 让我们当个好灵人、好雇主和好员工,让我们时时刻刻的努力当个好基督徒。 主以复兴了他的福音和必要的教义,好使天父的儿女能够拥有一切,使我们与他紧密相连的应许。 让我们借着我们弟兄姐妹每天挑战中帮助他们来记得要协助他们与天父定立并遵守这些神圣承诺, 好让他得以因此而向他们应许今生和永恒中最丰盛的祝福。 这些应许得以成就,全靠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圣执全要的复兴。 换句话说,我们能帮助他人留在圣约的道路上, 我们有些人不时会偏离那条道路。 因此我们必须记住,对我们的天父而言,我们总有回头的机会。 即使我们的路途不尽完美,救主也一直提醒我们, 每当我们真心悔改并请求宽恕,我们就会得到宽恕。 撒旦今天其中一项狡猾的伎俩就是让我们觉得并相信自己无法改变或不再有希望。 这种有害的想法导致我们许多人都放弃尝试。 而我们的爱、鼓励和支持的言语、时间和协助, 这正是能够为一个人带来足够的希望,愿意再试一次。 也许你在想,好吧,可是谁来施助我呢? 我们前去造福弟兄姐妹的生活时, 所收集的见证, 将会成为我们生活中充满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这些见证会使我们自己振作起来,愿意再试一次。 圣灵会救活我们,并帮助我们更新见证, 从而让我们每一个,我们在个人的困境和考验中继续前进。 每当我们寻求造福他人的生活, 主就会更怜悯我们, 他会在生活中巩固并帮助我们。 请记住,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 他了解你这个人。 他知道,为了帮助神的儿女, 而要旅行召唤并把一些事情抛在身后是怎么一回事。 要你相信他,且不怀疑他就有能力在所有的事上祝福你。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要宣告,在一位圣职领袖感到受灵启发, 让我们去拜访一对并不在我们日程上的母子的那一天, 神知道他们需要我们, 到最后,受到失注的却是我。 在那一天,我蒙得有关救主对我们的爱最伟大的一刻, 我要见证, 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 他活着, 他的生与死都是为了你和我, 而他也为了你而我而复活, 使我们能期盼在高荣国度中满怀喜悦与那些已经在曼子另外一边的人团聚。 我知道他完全了解你和我。 他了解我们每个艰难的时刻, 也有能力在我们感觉最脆弱的那些时刻中帮助我们。 我知道主, 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天父丞相约瑟斯密显现, 从而在这个时代复兴福音, 我知道我们亲爱的先知罗素纳训会长是主的先知, 我要为此做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